在这场持续了一年半的俄乌战争中 双方都使用了许多强大的装备 但最让人意外的是 在这场战争中最受双方关注的武器 既不是俄军号称的最长匕首 也不是名声大噪的海马斯 而是貌不惊人的无人机 而在无人机的所有种类当中呢 又以FPV穿越机最受前线士兵的欢迎 那么这种穿越机和侦察无人机有何区别 它又为什么会受到俄乌双方的欢迎呢 俄乌战争可以说是世界进入到新世纪以来爆发的 第一场工业国之间的高烈度战争了 但作为军事强国的俄军 却在战场上鲜有使用此前高调宣发的新式武器 这也使其在战场上屡屡受挫 为了取得胜利 双方的基层部队都脑洞大开 对武器自行发明改造 其中作为战场新势力的无人机 更是被两国士兵玩出了话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在本月14号称 武军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小型廉价的FPV穿越机 来打击战场上的俄军重要目标 那么穿越机是如何使用的呢 FPV是英文的 First Person Will的缩写 即第一人称主视角 该机呢是多悬翼无人机飞行器中的一个分支 实际上更接近普通的航空模型 它没有大多数多悬翼无人机具备的导航系统 姿态控制系统和自动巡航能力 全凭被飞手通过VR眼镜 观看飞机实时飞行画面操控飞行 但是就是因为结构简单 没有那些四平八稳的姿态控制系统 所以穿越机的速度比一般多悬翼无人机快得多 一般多悬翼无人机只有50到70公里的时速 穿越机呢则可以达到每小时200到250公里 被称为无人机里的F1 一名乌军操作员形容说 每次戴上特制眼镜拿起操纵杆 都记得妈妈曾告诫我 电子游戏对我没有任何好处 好吧 如果真的没用 那现在这又是什么呢 相较于传统无人机的速度 FPV则是有着独一无二的飞行模式 高度自由度的操控动作和高稳定性的图像回传 让士兵们十分喜爱 俄乌双方的前线部队都利用穿越机用于侦察 火炮校正 轰炸和自杀式打击任务 而且由于其重量很轻 尺寸非常小 飞行在空中时的声音也非常小 士兵往往可以用它进行超低空突防 让人难以预警 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乌军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就在全球穿越机市场上疯狂扫货 通过跨国交易 速买通平台上购买无人机 其中FPV穿越机 以高操作度和便宜的价格 深受乌军喜爱 而俄罗斯方面也是不甘落后 同样在此前五月份 有消息爆出 俄军筹集了数亿美元 打算组建一支庞大的无人机部队 训练一万名无人机飞手用于进攻 如今美国防务博客网站再度爆出 乌克兰发起的众筹活动 正计划募集2.3亿格里夫纳的资金 为乌军采购一万架穿越机 乌克兰官员表示 这种使用简单价格低廉的无人机的重要性 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它在战场上被证明是有效的 先后摧毁了数十辆敌方装甲车 并在防御攻势中消灭了数百名入侵者 在这些穿越机来到乌克兰后 乌军将会用这些廉价的FPV 改造为通过VR眼镜控制的进攻型无人机 并且大量投放到战场上 给俄军造成了不少损伤 例如此前每隔一段时间 乌军就会发布几十段FPV穿越机 攻击俄军的视频 说明这种新概念的自杀式武器 已经在前线取得了较多的战机 因此也有人认为 这款貌不惊人的小东西 可能会成为海马斯之后 又一款能够改变战场的利器 目前俄乌战场前线 双方都有大量使用FPV穿越机 改装而来的自杀式无人机 这种FPV自杀式无人机 由廉价的FPV穿越机 VR眼镜和手柄操纵组成 在机身下安装一个RPG-7火箭弹的破甲战斗部 或者一枚RKG-3型反坦克手榴弹 或者82毫米迫击炮弹 以及反步兵定向地雷 其改装成本只有500美元 而命中率一般都能够超过80% 报道称 凭借第一人称视角带来的精准操纵性 和高速到达的能力 FPV可以相当有效地打击敌方目标 作为对比 乌军使用的商用多悬翼无人机的飞行时速 通常只有几十公里 而穿越机的时速 可以轻易达到200公里以上 而且它的飞行高度很低 还能在空中做出翻滚等复杂的机动动作 以躲避对手的拦截 从狭小的空间里高速穿行 这意味着对手发现和防备穿越机的难度 大为提升 并且与价格数百万美元的 TBR查打一体无人机相比 穿越机的价格使它能更广泛的得到应用 而且虽然穿越机价格便宜 但能产生足够的破坏力 其打击效果相当不错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 一架穿越机轻易的摧毁了俄军先进的T90主战坦克 后者价值数百万美元 无人机飞手不必冒着前线的炮火 只需要隐藏在安全地点 像打游戏一样 以第一视角操纵无人机飞行 士兵可以操控自杀式无人机 直接追踪敌方的坦克装甲车辆 甚至能够飞入建筑物内 找到目标后再启动爆炸 无军仅凭着FPV穿越机 就能成功地摧毁俄军坦克 除了凭借着反坦克弹药的威力之外 还有就是无军的使用手法 这种穿越机的速度很快 还可以很好的悬停在空中 在袭击俄军装甲车时 无人机飞手往往会停下观察 寻找最佳的进攻区域 例如对于那些有弹药的发射车 无人机就会去撞弹药 造成更大的爆炸 而对于那些比较硬的装甲车和坦克一类呢 乌军会选择撞击观察口或者发动机舱 即便是不能一击致命 也有极大概率可以逼停该车 随后无论是继续派出无人机 还是呼叫火炮补刀都可以 这也是俄军装甲车在战场上战损 高居不下的原因 乌克兰方面认为 FPV穿越机改装的自杀式无人机的作战效能 远超过美国援助给乌军的 弹簧刀300型自杀式无人机 当然这并不是因为美国的东西不行 主要是这玩意儿的战斗部还是太小了 只相当于一枚手雷的威力 很难对俄军的重型装甲车辆造成损伤 其价格也较为昂贵 与其有着相同待遇的是 俄军的柳叶刀1型无人机 该型无人机是一种战斗权重5公斤的小型无人机 使用内置锂电池和螺旋桨驱动 续航时间在30分钟左右 巡航速度80公里每小时左右 最大航程可以达到30公里 它安装有一个1公斤重的战斗部 和两枚手榴弹的杀伤力相当 该无人机被俄军在叙利亚作战测试的时候 用的比较多 由于体量较小 战斗部杀伤力有限 主要是用于担负反恐作战任务中 对暴露人员的杀伤 但如果是将其用来对抗乌克兰的坦克 大多结果都是有烟无伤 与这两者相比 而FPV穿越机改装的自杀式无人机 简直太便宜了 一架FPV自杀式无人机的全部造价 也不超过500美元 只有弹簧刀300的十分之一 而且除了整机购买之外 双方还可以选择 更低成本的散件组装 这样一来呢 穿越机的成本简直低到令人发指 这一点对于经济状况都不好的 俄乌双方而言 是十分关键的 极低的成本 让FPV穿越机改装的自杀式无人机 成了一种损失了不心疼的装备 即便每次任务损失一架FPV都不算事 当然改装FPV在战场上也并非乌军专利 俄军方面也有大量的应用 在乌军大量使用FPV自杀式无人机时 俄军也如法炮制 瓦格纳雇佣军团很快也搞来了穿越机 挂上了PG7火箭弹 PG9反装甲弹和OG9人员杀伤弹 对乌军的车辆和攻势攻击 下面这张图片呢 就是俄罗斯为前线士兵改装了一款FPV无人机 机身下面悬挂了一个定向反步兵地雷 内含有700颗钢珠 杀伤距离可达80米 简直就是欠豪阵地争夺战的大杀器 双方很快也为无人机开发出了新的打法 例如用一架四旋翼无人机 作为侦察观测机在战场上空搜寻目标 发现敌军装甲车辆后 就引导若干架携带着反装甲 或者反人员弹药的穿越机去攻击目标 在这里呢 穿越机实际上扮演了巡飞弹的角色 成了性价比颇高的无人机巡飞弹 配合作战模式 而且由于穿越机体型小 在空中不易被发现 而且因为不产生激光和红外信号 因此很难提前预警到这种攻击 再加上穿越机的飞行姿态多变 仅靠着坦克和装甲车辆自身配备的高射机枪 是很难击落它的 当然武器的发展 往往是有毛也有盾 在穿越机大行其道的俄乌战场 俄军也为应对它们做出了一系列改变 以俄罗斯军队2023国际军事技术论坛 展示出的多型装备为例 在该论坛上展出的T-72 T-80和T-90系列主战坦克 都加装了波纹状金属顶棚 它们与防雷车辆使用的 V型车体的方式类似 这种特殊形状的顶棚在防御无人机头下的迫击炮弹方面更加有效 对此针对乌军穿越机专门精准打击坦克炮塔和车体之间的薄弱之处 这些俄军坦克装甲车辆还特意的在这些地方也加装了金属网格以强化防御 除此之外呢 作为民用飞行器的穿越机本身也有着不小的缺陷 包括抗干扰能力差 续航时间短等 如果俄乌双方大规模使用电子干扰设备 那么将会对穿越机的使用造成很大影响 不过就目前来看 利用FPV穿越机改装的各种自杀式反装甲和反人员无人机 已经成为俄乌战场上的作战利器了 俄乌双方都在绞尽脑汁 各自改装能对人员和坦克杀伤效率最高的穿越机 目前在俄乌战场上 俄乌双方呢 同时有上千架FPV自杀式无人机的储备 在社交媒体上每天都有FPV攻击人员和坦克的画面 在这种廉价高效武器的威胁下 暴露状态的坦克和装甲车辆 在前线的日子只会越来越难 而从这个意义上看呢 穿越机虽然缺点不少 但的确也算得上是俄乌双方都喜欢的战场神器 通过无人机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战术思想 也将深深地改变世界军事 在战争中 这些无人机可以通过搭载摄像头 由操作员遥控操纵 具备高度的精确性和智能性 在战场上 它们可以有效打击隐藏在战壕 楼房或者洞穴中的敌人 成为一种强大的战术武器 要知道在过去 攻占大楼或者火力点都是一项很难的任务 需要逐层攻击前进 或者依靠高射炮进行猛烈的火力扫射 但现在仅需一架FPV自杀式无人机 就可以直接钻进窗户 对敌方反坦克导弹小组造成重创 这种新型无人机战术 改变了过去步兵战术 坦克战术 炮兵战术的应用方式 使得战场上的作战手段发生了重大转变 传统战争思维认为 战争必须由士兵进行实地作战 但是随着无人机的应用 传统战争思维将被打破 无人机能够替代人员 执行某些危险的任务 减少人员伤亡 未来战争将更加依赖无人机的应用 同时发展越来越成熟的AI 也将大大提高无人机的战场效率 使其能够实现无缝衔接的指挥和控制 减少了作战中的误差和沟通成本 同时无人机能够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 进行精准的打击 最大程度的减少误伤和伤害 提高了作战效率 此外无人机的信息化能力 将大大增强战争的透明度 通过搭载各种类型的传感器和摄像头 能够实时监视敌方目标 并将情报信息传回指挥中心 这将为指挥官提供更加精准的决策依据 提高了战争的透明度 而除了FPV自杀式无人机 巡飞弹也成为了俄乌战场上的重要武器 它可以精确制导 并在战场上迅速搜寻 并且摧毁目标 无论是在近距离 还是10到20公里远的距离 巡飞弹都能够有效打击坦克和敌方目标 使得传统的坦克对决现象大大减少 在俄乌大规模应用无人机之后 我们会发现 双方的小规模作战变得更加频繁 这同样也是依赖无人机的机动性和精确度 或许在未来的某次战争 将更加依赖于小规模的无人机和精确打击 而不再是大规模的军队作战 这将对未来的战争造成重大的影响和重构 那么大家对于穿越机这款武器都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 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